歡迎收看超盤一哥 我是雙海華 現在期貨又漲了 漲了15點 我認為也是多頭 可是我現在不會去追價 所以你可以先聽我講盤 講到中間有壓回 你再去做 我覺得期貨 期貨很多人 你太在乎錢的人 基本上是不適合在 期貨市場上面操作的 期貨市場是要你 一個你 你真的是想要 玩弄這個期貨 你想要在這上面 游刃有餘 如魚得水 操弄整個期貨的 你真的有興趣在 在上面 鑽研的 你會賺到錢 如果你是為了賺錢 來操作期貨的 基本上你反而會虧 太資珠必較的人 基本上如果是太資珠必較 就是很小氣 事前如命的人 你在其他的產業上面 你會賺得到錢 你會存得到錢 可是在期貨市場上面 事前如命的人 非常節儉 非常小心翼翼 大虧 會大虧 所以你要去看你自己的個性是哪一種 如果你是那一種 我剛講的那一種 基本上 期貨市場上 很難賺到錢 因為你捨不得出 喜歡去追 每一把都要贏 就會虧 好我認為會漲 為什麼會漲 OTC指數 上禮拜五 上禮拜六 非常強 台北股市獨家開盤 OTC指數 漲了1.5% 台子期上下區間只有16點 成交量600多億現貨 結果OTC指數跟菜市場一樣 大家拼命搶了 代表內支錢很多 現在已經非常明顯了 你還不加入 你還不開始找股票 你還不加入我們期貨 真的 還有很大的空間 就算回來 我跟你講就算回來 錢 大家都等著在這邊買 所以說上去還有空間了 OTC指數2月10號 跌下來一根黑K棒 然後之後連續 四根紅K棒 漲了3個percent 這就代表 你從OTC可以 帶回台子期來看 就算台子期前幾天也是有 兩根黑K棒 總共才跌40點 直穩以後 往上創新高 學OTC指數 你看到OTC 你帶回來看 很明顯啊 我跟你講真的很明顯啊 我說不要追 有沒有 漲上來不要追 剛剛最高到多少 9814 這個叫做多頭走勢的減碼訊號 這裡我不會去空它 因為我是看多 這邊出現一個買進訊號 我也不會去做多 為什麼 因為這邊叫做上軌道 當漲到上軌道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地心引力 會把它吸下來 你要突破 突破這個上軌道 然後呢 這個時候你多單 就是開始軋空了 多單很強了 就會一直往上 我就說我指標寫在這邊 很輕鬆啊 我要怎麼做我都已經知道了 我昨天臉書上面也寫了 我直接把我臉書上面寫的 公布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看一下 聽一下 我說現在已經盤整三天了 好兩天半了 從這邊擊殺下來 這邊半天嘛 這邊一天 這邊一天 兩天半都在盤整 這個叫做上軌道 這個叫做下軌道 上軌道在9810附近 下軌道在9770附近 我說來到上軌道 我不會去放空 因為我認為 漲的機率比較大 然後呢 壓回來再做多 現在是不是壓回來了 壓回來 對有擊殺 最好是能夠殺到9770了 殺到9770 只穩再做多 這是最好的方式 如果沒有 你這邊殺下來 這邊盤整一下 這邊再接多單 都是比較安全的點位 比你在這邊做多好 所以早上一定有 一定有很多老師去追單了 為什麼要追單 我就剛剛跟你講過一件事情了 怕賺不到錢的人到最後會輸最慘 因為你怕你的單子沒辦法賺 你就要去追啊 我們是等啊 等好牌出現 以及是你每把都要 每把都要賭 跟一個賭徒一樣 很多的老師 我跟你講尤其是盤後的老師 他講 他一定要有題材講嘛 像上禮拜六 上下只有16點 如果有老師也能賺 那他就是每天一定要有題材 他一定要編出一個 在哪裡做多 在哪裡放空 我跟你講上禮拜六 9.05分漲到9788 9.10分漲到9788 9.05分跌到977幾 總共10分鐘之內的16點 你那邊錯過了 你後面基本上只有 7 8點的一個價差了 要做到單真的很難啊 等啊 研究股票啊 研究以後該怎麼做啊 這才是正確的方式啊 所以說如果你早上一定要做單 那你一定是追多單嘛 追多單到現在就是沒有賺錢 因為會追在一個相對高點 等啊 等時機 期貨市場 一年你要賺到 200% 300%很容易 你有時候你不用去 把把要去追啊 把把都要賺啊 怎麼可能 找到好的機會 賺一筆就是 你真的你看你賺1萬塊好了 50點就1萬塊了 你用20萬下一口 是不是就5%了 隨隨便便5%你 做個20次就賺100%了 你要穩健的出手20次 賺到20萬 而不是每天在那邊 追高殺低然後呢 弄到最後你完全沒有方向 這裡我就說不能追 好今天因為這邊盤都非常的悶 今天因為這邊盤都非常的悶 我跟你講指標就好了啦 我跟你講指標就好了 好 投資朋友我再跟你講一次 我們的指標是什麼 你去查一下人機對戰 人機對戰 群役其貨辦的一個比賽 它是人跟機器做比賽 這個機器到最後贏了人 機器囊括了冠軍跟亞軍 這個機器就是我用的機器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就算了 你要相信一個 期貨公司辦的比賽 這個比賽不是辦一天喔 是辦了四個月喔 先打季賽 季賽完以後季後賽 然後呢這個期間 他每天都贏每天都贏每天都贏 然後到了季後賽 每天都贏每天都贏每天都贏 才有可能變成冠軍 指標 我就跟你講 這邊也是前幾天發生的事情 指標出現賣出訊號 我說這邊不能去放空 為什麼 因為這叫做軌道的下緣 漲上來 不要嫌我的 欸老師你的指標怎麼那麼差啊 會出現一個賣出訊號 然後我再提醒你不要去追 我跟你講這個指標是用 是要面對幾年的一個走勢 今天要對明天也要對 可是我要防範他指標 做多或做空的訊號出現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我要用再用另一個程式把它彌補下來 我不能透露太多啦 透露太多大家都會寫啦 寫出來我就沒有價值了 這個只能給我的用戶給我的會員 我只能跟你講 你的指標也許叫你在這邊放空 可是他不會提醒你這個空不是很好的點位 我會告訴你 我也告訴你了 這邊是做多的點位 可是我不建議你去做多 壓回來再做 這就是期貨好的指標 他不是用單一的均線 或KD或RSI寫出來的 很多的觀念很多的邏輯放在裡面 而且不是一般人寫的出來的 你沒有十年的經驗 你寫不出軟體啊 要有十年看盤的經驗 你要發現什麼情況下會怎麼樣 你才能夠給他指令 像剛剛這邊是不是不能做 不能做 所以我才設計出 這裡你要出一個賣出訊號 就算你這裡做多了 這裡馬上也要平倉 有沒有 這裡就算你在這裡做多了 這裡也要平倉 我是不是說壓回來再做多 現在又開始還漲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多頭走勢 這裡不要追 跌到這邊中線 也許你就可以布局了 還漲 還漲的時候就會往上走 二月份到現在都沒有虧損 所以我就說 我邀請你來加入我 我是一個非常穩健的老師 不要覺得老師 你怎麼沒有去做一個波段單 我跟你講我遲早有一天會做一個波段單 讓你大賺幾百點啊 時間還沒有到嘛 我所有的會員現在先當沖賺錢 先賺個好幾百點 你已經手中有這些點數了 你就完全不用怕 然後呢 一個波段單你報 報個幾百點 我跟你講你只要是我的會員 我跟你講我一定會做波段單 一定會流倉讓你大賺幾百點 現在是每天當沖 有時候幾十點在賺 有時候是有個位數在賺 我跟你講我看的比很多人都準 不準我不會來邀請你 說真的 我不會不準不會邀請你 我們現在很多的 很多的 我們的業務同仁會打電話 主動去邀請 我們的舊 舊的會員來看這個節目 所以你會 也許你現在看到的是我們 你原本不認識我 然後呢 現在看的節目 我跟你講 我在這個市場上十幾年了 原本不在這個頻道 我在三立財經台 三立財經台現在收掉了 他改直播他們的新聞 三立財經台是有一個主播 會在旁邊幫我一起主持的 可能你沒有注意到 我現在1.45 還是在三立財經台有做一個 特別的連線 所以說我的資歷 我覺得是非常的深了 如果你持續看我的節目 而且為什麼我們的業務同仁會 推薦你來看我的節目 就是非常的穩健 非常穩健讓你看了讓你加入了會持續續約的 所以說他才會推薦你 懂嗎 這個299限定今天是最後一天 因為已經推了一個禮拜了 今天要結案了 299是一個非常低的門檻 非常低的門檻 299限定 只限新會員 好你沒有加入過的 你想要驗證的 就是利用這個專案 今天最後一天結案 你想要跟著我一起 掌握之後的大行情的 好歡迎你來電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堆分警覺 堆分自我保護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貨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第一排 柴木 素吉 祖師 集團 音樂 路 居住 非常 故空 traverse 歡迎回到現場 現在股票的部分 我覺得股票也是都在輪漲 這邊漲完漲那邊 那邊漲完漲那邊 然後回檔休息幾天 它會再往上漲 所以我就說 你股票我會給你幾支 可能我的持股不會超過 七支吧 五六支 股票漲起來 漲高了賣掉 回來再低接 因為我選的股票 都是一個我認為 至少都要漲一年的 你看很多的老師 今天說這一支漲停板 環球晶漲停板 追環球晶 隔天金居漲停板 追金居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 小小的疑問 只要是哪一天股票漲 它就有那一支 好像聽起來非常好啊 對不對 你今天這個漲你就有這一支 明天那個漲你又有那一支 可是如果你聽了一年以後 你會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 這個老師可能推薦了200支股票 那你就會想一想 奇怪 200支股票如果我只有一百萬的話 一百萬 他推了200支股票 那我一支只有五千塊 買一支持股只有五千塊 怎麼買呢 對不對 你持股到底可以買幾支呢 他推了200支股票 可能一年 因為一年兩百多個交易日 你到底要選哪一支 而且很多是會往下跌的 像之前是有什麼凱衛 凱衛漲上來後來跌下來 也有人問我啊 問我說凱衛怎麼辦 我沒有辦法回答了 因為這種股票已經跌死了 因為你如果在40塊買的 跌到20塊 就代表你是一個超級長期的持有者 我不能說因為他會反彈個10% 或是再跌個10% 而幫你去做決定 因為你這已經變成一個超級長期持有者 你的思維跟你的策略已經不一樣了 很多人是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說我選的股票可能只有七八支 然後呢 押回來再買 我今天推薦給你一支好了 叫做滑邦店 就算我寫出來 也沒有人會去買 我跟你講 滑邦店 2344滑邦店 還是用我的指標跟你講 這裡轉多 這裡是不是跟你講 這邊是一個上軌道 當他突破上軌道以後 這個軌道會消失 我就跟你講 這個類似叫做大氣層 大氣層突破以後 他就開始會慢慢的往上漲 這邊短短的六個交易日 漲了30% 然後呢 這裡叫做多頭減碼 這邊做多 這裡減碼 這裡又出現買進訊號 滑邦店沒有人要去碰 因為滑邦店以前非常爛 我20年前去參加一個面試 新人啊 新人都是要考試的 現在去面試不用再考試了 新人他會考試 他就問你什麼叫做DRAM 什麼叫做S-RAM 代表什麼 20年前DRAM是非常熱的一個東西 然後呢 之後銷聲匿跡啊 滑邦店漲到100塊 跌到剩下4塊 很多人都在上面受傷了 所以說沒有人敢買 我跟你講 滑邦店他的籌碼非常穩定 你看到這邊就知道了 他股本400億 他能夠在6天漲了36% 就代表他籌碼非常穩定 現在又在盤整 盤整完過幾天要等發動 為什麼要去買滑邦店 他同樣有一個訴求 得了一個題材 叫做供不應求 因為就是 基本上DRAM產能太過剩了 所以怎麼樣 所以去年或是這幾年 大家沒有再去對他 對公司擴產 資本支出沒有增加 所以怎麼樣 今年突然爆量 突然需求很大 所以怎麼樣 業務員 被客戶追著跑 跟哪一隻一樣 我就跟他講 台勝科也是這樣啊 台勝科本身沒有什麼賺錢 去年賺0.94 然後滑邦店去年賺0.8幾 基本上台勝科跟滑邦店 賺的錢差不多 台勝科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跟你講這裡 這邊真的非常小 這個叫做大氣層 當他突破大氣層以後 他就要開始往上飆了 縮小一點給你看 從35塊一直飆漲 飆漲到今天 開高走低 漲到118 120 他的題材是什麼 他的題材也就是 公不應求 然後呢 元月份 賺0.2元 你去算一下 0.2元 0.2元 他的股價漲到120 0.2元 你乘以10 等於是2塊錢 乘以12是一年 一年是賺2.4 賺2.4的公司 他漲到120 他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就是公不應求 感覺好像未來產業 非常樂觀 所以說大家都去追他 加上沒有融資融券 股價就會非常穩定 華邦電他的淨值12塊多 他現在也是有一個問題 就叫做公不應求 產能滿載 這邊從13塊多 跌下來跌10%了 淨值12塊多 穩啦 穩健 所以我研究的股票 我要穩健 要有成長 要有需求 漲價的空間要大 很多人 就算我講了 也不會去買 所以說我今天直接提供給你 無所謂 就跟我講第一桶的時候 也是沒有人要買 2009第一桶 我就跟你講 飆股小時候漲的通通都一樣 這邊叫做大氣層 有一個上軌道 有一個下軌道 它都會在這邊盤整 當它突破以後 這個 大氣層會消失 壓回來 買 飆漲 滑榜電不就這樣嗎 只是一個是盤整比較 一個是先盤整再漲 漲完以後跌 反正 漲的都是一樣的啦 漲多了以後回檔 回檔你要早點切入 再漲 不是去追漲停 如果你要去追漲停的 真的也可以 追漲停就是你追完以後 你隔天一兩天就要賣 這也是一個方式 就是你資金運用到一個 極致 然後呢 錯了就要捨得出 如果你是那種 錯了又捨不得出 然後你要去追漲停的 你就會毀掉了 因為追漲停的那種 可能你勝率只有40% 30% 追到了賺10% 追不到虧5% 10%5% 10%5% 然後這樣合起來 零零閃閃的 花了很多的手續費跟稅 你是要用這種 不斷的操作的 一直在對跟錯 不斷的出 進出進出進出來賺錢 這也是一種啊 可是我不是 我是要準的 我是要準 脫離大氣層回檔進 滑邦店也是一樣 它是脫離大氣層以後 盤整了可能半年 標 跌下來 這邊盤整盤整 還會再漲 就是它的一個觀念 還有哪一隻 類似這一隻啊 重達也是 脫離大氣層 漲 減碼 加碼 減碼 加碼 過一陣子 它可能會再漲 你要有指標 加上老師研究 你就會 很多股票都非常容易賺錢 尤其現在是資金行情 你如果想要跟上我的 不管是期貨股票 我都可以帶你 基本上股票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任何一檔是虧損的 期貨會員到現在 你只要是我的會員 你都不會是虧損的 通通都是賺錢 好 所以你想一想 你資金三十萬以上 我跟你講手續費 差不多占你的資產的 百分之二三吧 你算一下 好 手續費 我的會費 占你的資產 差不多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你如果有需要的 廣告期間 跟我聯絡 最後祝各位 今天一切順利了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